以海关为题材的新剧把关者们 播出短短几集已经引起回响 今天一众演员出席剧集宣传 王敏亦记香港爱情故事后 再次饰演一个性格硬朗的角色 别以为她嫁亲就熟 其实Vinus也曾经很担心自己的表现 很紧张因为我开播以前 我自己一直在想会 那个效果出来会怎样 因为跟我真人真的太不一样了 然后我在演的时候 我觉得我希望做到的效果 现在刚刚看了也感觉 收到很多回应都会觉得 真的做到我想做的感觉 所以我真的松了一口气 很大位 谢谢 拍的时间在C底下也是很酷这样子 有没有吓到两位 可能悠悠会比较有吓到 因为我跟她真的没有对手的对白 上的那个对手戏 其实我不认识她 就是这部戏是第一次合作吧 其实在对手戏上面 其实也没合作 就是比如说在电梯 比如说在那个cantean 经过可能会看到碰个面那种 所以我其实我不认识她这个人 然后再加上她在戏里面又那么酷 所以我都不敢跟她说话 对 Vinus日前在剧中出席同届好友聚会 尴尬举手答应下次聚会携卷出席 袁伟豪健壮极致化解 被网友赞赏这个举动很有暖男感觉 不过在现实生活中 阿Ben就不认同自己是个暖男 我不太认同 我觉得我自己不是一个真正的暖男 因为我比较懒 比较懒一点 没有 她的冷就是她是一个冷面校长 我觉得 她会有这个时刻 我喜欢拍这个戏剧比较多的 是认真的 但是我觉得就是每一次 受到不同的角色来讲 如果是要我去演一些 跟我自己的性格不同的方向 我觉得是特别有 这个特别想去演 因为就是我要去角色里面 去找出来这个性格是怎么样 就是因为跟我不同 那所以就是演戏的过程 一种比较有喜爱的感觉在里面 刚过生日的刘佩月 连日来在社交平台 剖出庆身照 其中一张阿孟手持一大束红玫瑰 表情相当甜蜜 大家纷纷猜测 送花的人会不会是绯闻男友周志文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阿孟和黄庭峰在剧中就相当甜蜜了 对她来说是一个很演技的考验 因为要跟我做夫妻 真的吗 其实我一知道是孟的时候 我就打给她 我说你是我太太 太太 然后我就听不到最后的 因为她就很大声 我听不到 我不是啊 我开心啊 为什么你不喜欢做太太吗 妈妈的角色 我喜欢啊 因为很多人就是问我 为什么会接妈妈这个角色 但是我觉得 我做完这一套剧的妈妈 我下一套剧都不可 都可以是校女 因为现在那个时代 又是很多妈妈 又是很早就会结婚 要上 生小孩 我的很多中学同学 大学同学 都已经 就是毕业之后 立即马上结婚 然后伤孩子 所以我现在还没有药 真的吗 对啊 还没结婚 所以我才是那个不正常的 你问周先生吗 没有 不问他 至于饰演海关 官员新丁的丁子朗 刘颖璇和孔德贤 说起当初拍摄时的南望式 他们都异口同声说 不操训练是最辛苦的 最困难是我们要学这个 marching的时候 因为真的是很难 我们有十 动作方面有十几个 十几个人 我们全部都是没有做过 我们就 原来要很快的 我们有十五分钟 二十分钟 你要怎样走 我就拍了拍了 我们就 蛤 怎么快啊 但是最后怎么办呢 你们还好吗 最后我们还好 幸好我们的团员都比较努力 只有一两个是每次都会 是谁 我真的 不许我 忘记 忘记 他是忘记 应该会看得出来的 终于不是他 我们是marching嘛 所以每个动作都要很整齐一样的 我们举手一定要觉得这个平的 而且一定要用力拳头 所以呢 如果有一个不用力 不停的派的时候 就很明显 因为全部人都一样的话 只有一个不一样就很明显 但是他做得很好 真的 真的 真的很好 我们讨厌他